我觉得就是说 今后美国的政治要从 对亚洲的影响从长期看和短期看 我认为短期的话影响不大 因为美国自己忙得不可开交 而且中国呢 美国一忙起来的话呢 中国它现在的任务呢 它不是打台湾 在中国的解决问题的优先问题上 我过去在北京很有意思 我采访他们的官员 我说你们中国最严重的问题是什么 会讲贫富差的问题 环境问题 人口老化的问题 会跟你讲很多很多问题 然后呢 最后我说台湾问题呢 他说对台湾问题最重要 就是说你不说他想不起来 但是你说他一定放在很高的位置上 所以说台湾问题 当美国忘掉台湾问题的时候 他才不着急解决台湾问题呢 因为现在他自己国内的问题 就满头是包的 如果他现在再把台湾 打去打台湾 不管打下来打不下来 他就是又更烦恼会更多 所以说呢 如果台湾问题没事 他在台湾问题就不会 如果说拜登上台的话 那他更不会动台湾了 他要赶紧跟美国修复关系嘛 他现在拜登上台 他先打台湾的话 不摆明不给拜登面子嘛 那以后 所以说呢 我认为短期来说台湾问题是安全的 我觉得这个对台湾来说呢 就跟打棒球一样 上一局是攻击了台湾 和美国一起攻击了 现在改成防守 拜登任内可能会比较拉开 对对对 就是我就不 现在台湾就没有得分的机会了 只要保持不失分 是整个台湾的 不管是战略目标 这个经济政策 这个两岸政策 外交政策 对美政策 都要做一个全方位的调整 所以说呢 在这个方面 当然说不管是川普上 还是拜登上 台湾的 都要自己要努力很多嘛 我觉得自由时报 这个人写得很好 他说如果说川普上 对不对台湾要有新的责任 就变成国际议员 如果拜登上 台湾要有新的挑战 所以说呢 就是说呢 不管怎么说呢 台湾要做的事情很多 但是短期来说 台湾海峡 不会有很大的紧张 那请问一下 在印太北约的这个格局呢 还有这个日本方面的观察 日本的首先呢 这个菅义伟政权呢 它就是一个非常内政情的 一个这个政权 所以说呢 它对外交首先的 这个兴趣就不是很大的 我感觉有点像苏贞昌 苏贞昌院长的样子 对内政是要要 他这个菅义伟上台呢 正好就是说先把经济弄好 然后防疫做好 他如果把这两件事情 做好的话呢 他一年之后要选 这个自民党总裁 因为他只剩下 只接任了安倍剩下的一年嘛 那么这一年时间呢 他外交上 其实的野心也并不是很大 反正呢 如果美国不管怎么样呢 他先就是说静观怎么样 先把更重视这个日本国内的问题 所以短期来说的话呢 日本在整个的印太的舞台上呢 日本会发出的生意会越来越小 而且呢就是说比如说 不是川普的 如果美国不是川普的话 那么比如习近平访日的话 那日本的压力就小得多了 过去他总觉得怕让迎接习近平以后 美国会训斥他嘛 所以变成川普的话 变成如果变成拜登的话 可能会对中国的关系会缓和一点 但是说中国和日本是亚洲的两个 就是竞争关系 而且呢就是说中国呢 想变成经济大国 日本想变成政治大国 在这方面呢 两个国家不可能走得太好 所以说呢短期的话不会出事 长期的话还是一种隐性的竞争 和对比的关系 就看起来日本主要会配合美国的政策 对对对 同样问题请教这个明老师怎么看 长期的部分刚才那个示范先生说得非常好 我就先说短期的部分 那如果短期的话呢 现在看起来 如果说中国想利用这时候 对台湾做什么事情 应该这样看 大规模战争是不会发生 因为那个东西太冒险 因为它最后得面对美日安保 短期之内呢 大概如果小动作的话呢 那或许会有 我其实观察到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看到这么多年来 这台海分割真的几十年下来 台海之间关系真正紧张啊 很多时候不是台湾跟大陆怎么样 不是大陆觉得台湾你怎么样了 不是的 它就觉得说 怎么台湾跟美国怎么样了 也就有一个美国因素在那 如果没有美国因素 他觉得台湾自己搞 搞出什么东西来 他不太担心 你看第一次台海危机 第二次台海危机 第三次台海危机 这三次台海危机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 美国的因素比较明显 所以中共担心了 就美国支持台升台湾的时候 对支持台升台湾的 不管是经济啊 政治军事各方面或外交呢 只要这很明显很大的时候呢 到了韩内心理上不能从事界限上 他就出手做搞一下 所以刚才石板先生说了有点非常有趣 正好是一个注脚 大家看到最近这个军机绕台比较多 中共军机来的比较多 为什么来的比较多呢 大家说因为针对蔡英文 我说不是 针对美国对台湾怎么样 这样讲才比较准确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 大规模的战争不会有 小规模的什么骚动呢 那可能难免 因为不管怎么说呢 如果他觉得这是一个空窗棋 真的想冒险一下的话 然后后面一定得不偿失 没人安保绝对不会放好他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我觉得他现在真的着急的问题 如果说美国现在这么忙 没有时间对他事件压力的话 他第一件事 第一件事 把防疫这部分再加强 因为他怕这疫情再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呢 在防疫同时 我怎么强化我的经济 那我的内循环 是不是走得起来了 什么等等 这是第二 因为我现在看起来 外贸的依赖呢 恐怕是不那么可靠的 就算我这边能做起来的时候 你们那边都经济都不行了 然后又没有订单什么 所以我们外贸大概不太容易 所以他一定强到内循环 然后如果要做 要解决这两个问题之外呢 第三问题应该是粮食问题 你又经过水灾 又经过疫情 对粮食冲击非常大 然后国际上 你是不是买得到 然后是不是足够的钱去买 这是需要解决的 这三个同步解决的时候呢 它解决再来就是科技的部分 然后跟晶片的部分 因为高科技生产的 现在基本上依赖晶片 你晶片不到那个档次的时候 你就只能做中低阶的东西 你华为想卖那么好 你必须要高阶晶片 高阶晶片大陆自己是做不出来的 所以你必须从外面进来 那你怎么去拿到这些晶片呢 我觉得它是要考虑的 所以我不觉得说 现在台湾需要这么担心 当然我们需要准备了 我倒不说不要准备 但不需要那么担心 第二块对于这个印太北约的部分 要这样看 等一下我们会谈说 拜登怎么看这个世界 川普怎么看这个世界 跟川普怎么看 美国的国家战略的定位 跟川普怎么看美中关系 跟川普怎么看中共 那大概他经过这四年的时候 已经很明确了 但是拜登在前几个礼拜 我记得他讲过说 中国不是美国最主要的敌人 现在中国是一个竞争对手 那么美国现在最主要敌人是俄罗斯 换句话说 他的战略对手排序如果改变的话 那是一个非常大的变动 那这个东西就完全不是我们前面 能够推断的那种结果了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中共就是说 当然石板先生说 那这样就没有必要对台湾出手 应该这样说 没有必要对台湾出手 但是台湾的空间会因此而被压缩得很厉害 那这个我想是跑不掉的 但你说这个印太北约格局 会不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如果说真的拜登上来 然后拜登又改变了这种战略的设想 跟战略的眼光的时候 那这个东西 它如果说不会瓦解的话 至少会出现很大程度的松动 不会像原来那么紧密了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 会定期的接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